要问兄弟情哪里来呢 郭金飞告诉大家 兄弟情是怼出来的 那要说的郭金飞 雷佳音和李光杰 这三个人的关系 可不是一般的要好 互相揭习短来也是毫不留心 最近呢 这TF老外子的成员之一 郭金飞在接受采访时呢 也坦言了 除了互怼之外呢 他们三个也要好好的合计出 一部话剧送给各位了 李光杰是属于受虐型的 他是包容型的 而且就是俗称闷骚 然后雷佳音还经常从床上滚下去 那肯定我是第一位啊 近期TF老boys的组合 红遍了大江南北 组员郭金飞 李光杰 雷佳音 这三个老男孩成为了演艺界里 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那肯定我是第一位啊 没有没有 事实上呢 话剧呢肯定是我最好 电影呢 我觉得这个雷佳音和李光杰 真的是不相上下 各有千秋 那李光杰红得早 总得尊重人家一下吧 老二就交给李光杰吧 要是排位的话 肯定是我第一 然后杰哥第二嘛 三位好兄弟凑在一起 总的年龄都已经超过了一百岁了 但他们心里都还住着长不大的小男孩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 坎论彼此的时候 不互相怼个痛快 那就不能表现出彼此间的深厚情谊 聊三分之一 怼三分之二 他打呼噜你知道吧 他一直打呼噜 我一直他打呼噜呢 我就出点声 他就不打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早上起来又打 然后我就又是急了 又跟我急了 你嘖嘖啥 你嘖嘖 我怎么全都你有理啊 我说你打呼噜 我还不能出点声了 瞎碍 他比较瞎碍 在三人之中 李光杰是公认的好脾气 不管其他两位再怎么咄咄逼人 李光杰全都可以坦然接受 李光杰随便怼 他让你没有快感你知道吗 因为怼一个人最大的快感 就是他反抗 他一反抗 他就会有破绽 然后你就会进行更下一轮的 更狠的怼 李光杰全部吸进来 对对对 你们说的对 不过在好友雷佳音的眼中 好脾气的李光杰 也有那么一点小癖好 喜欢摄影的他 一旦聊起和摄影有关的话题 绝对是自恋到不行 拍得很好 当然稍微有点自恋 那个投影仪 然后也不给我们放电影 喝完酒以后 必须我们排成一排 然后他得拿着他的相机 在那个投影仪放照片 一张一张的给我们看 郭金飞和雷佳音 同为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 两人在读书的时候就认识 已经有了15年的矫情 在之后的工作中 他们结识了李光杰 正是他的好脾气 为人着想的性格 让三人成为了好哥们 李光杰是09年 我拍戏的时候 他是男一号 我是男一百号 但是那个时候 李光杰没有欺负我 很照顾我 所以这个好印象 一直就保留着 这个搭配如果三个人 都强硬的话 就麻烦了 不然一下觉得 我们命格还挺合 就三人一聚一块 还能上热搜 近期雷佳音通过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好好的火了一把 也让更多观众 看到了他的才华 作为好哥们 郭金飞和李光杰 也是有终的为他高兴 他在我心里中 就是他 他是我非常认可的 一位好演员 而且我09年认识他 也将近十年了 七八年的时间 他就是以 他呈现出今天 我认为他早就应该 火成这样 非常非常为他开心 我觉得应该的 我们都觉得 这是应该的 都是必然的 对 包括李光杰 以后也会越来越好 就好到了 我们在一起 躺在地上聊天 喝多了以后 就光着膀子 嘻哈哈 就是 确实会为对方考虑这种 三人既然取了 TF老boy这个名字 但是是否有考虑过 也一起出张专辑 在郭金飞看来 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出专辑 那可能就会瞎闹了 变成就 就是蹭了人家 TF boy的这个热度了 然后我们干点 我们老年人的事 但是偶尔这个 也可以跳个鬼步 什么的 我们在恒电的时候 雷佳音飞吊 说咱仨为什么不学鬼步 咱仨为什么 我想打死你多远点 出专辑跳鬼步 这些都是开玩笑 不过郭金飞 李光杰 雷佳音三人 的确正在商量合作一把 形式这很有可能 都是他们都拿手的表演 就是我们想这个 弄个话剧 对对对 弄个话剧 然后完了以后再拍个电影 对 就是才一套 但是现在这个话剧是什么样 怎么弄 还没想好 有好剧本的编剧 这个还有这个 有潜力的投资人 都关注TF老boy 今天再见 财富报道 还没想到 我 boost 虾